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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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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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哈利路亚 主说在末后的日子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呼召大能的这个祷告的军团 我要呼召大能的祷告的军团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主说孩子 我需要你们在跪在地上为我祷告 在那里在家里面为我祷告 国度在地上的祷告 因为仇敌仇敌一直想要进场 想要积极的进场 但是我的时间还没有到 我的时间还没有到 因此主说孩子 你们要心起来 心起来为我的国在地上祷告 拦阻仇敌的作为 好使我的时间能够到 因为我要在地上有做一个大复兴 大复兴有许多的灵魂要得救 有许多的灵魂要被眺望起来 主说在仇敌没有正式进入这个进场之前 敌基督没有正式进入他这个时间的点以前 我要兴起来我的大能的这个军队 我要兴起呼召我的大能的军队 我要将你们分别出来 将你们分别出来 与这个世间分别出来 我从前怎么样带以色列出埃及 叫他们渡过红海 进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 如今我要带我的百姓 进入了属灵的家南应许之地 好使你们在仇敌面前能够得胜 得胜再得胜 我来的日子尽了 我来的日子尽了 要将自己的白袍 要将自己的外袍 内袍洗劫干净在我的面前 你们的行为 你们的内心在我面前 都要这个圣洁毫无瑕疵 因为我要来接的是我的心腹 我的心腹 我允许这些大的患难和灾难 临到末后的日子 乃是要将我的心腹来捷径 将我的教会来捷径 我将你们分别出来 好使你们能够跟随我 感谢主赞美主 新天新地 主说我要带你们进入新的一夜 我要为你们打开 今年是新天新地的一个开始 新的一个开始 我要带你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间 一个崭新的季节 我要将你们身上 所有的这个肮脏与污秽 要把它挡住干净 好使你们能够进入到我的店前 能够瞻扬我的荣誉 我要与你们同在 我要与你们同在 直到时间的末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赞美主 主说孩子将要发生的事 我岂不已经向你们说明 我再次你们要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 为我的缘故做大丈夫在地上 因为我来的日子 我必按照个人的所作所为来讲法 哈利路亚 感谢主赞美主 秀后落后包 那胆怯了就不能承受我的国 那肮脏的误会也不能进口的国 唯有那圣洁而得胜的 阿们 感谢赞美圣 感谢赞美主 刚刚那段话有录下来吗 有 好 好 感谢主 那么今天呢 这个我们讲的是这个 单一礼书第六章第十节 哈 那么这个故事呢 是什么呢 在第七节里面就讲到 国中的总长 钦差 总督 谋士 而巡抚呢 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 就是或做这个求王下旨要立一条云云 哈 就说三十日之内不拘何人呢 若在王以外 或向神 或向人求什么 就必扔在狮子的坑中 啊 那么 那带第十节怎么样呢 单一里知道这禁令 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也楼上了 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 祷告 感谢 与素场一样 哈雷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这就是今天神要我讲的这篇道 那么这是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在当时的日子呢 就是说呢 这个因为巴比伦呢 是征服了列国在那个时候呢 他的版图呢 这个这个紧挨的这个 印度边际一直向西扩展 只等到这个巴勒斯坦之地 这个犹太权地 通通被他占领 甚至到最后呢 连这个埃及的法老都被他打败 那么因此呢 这个当时的这个 这个王国呢 是非常的强势 他就掳掠了很多的 国家的百姓呢 到那边去 那么所以巴比伦也是什么样的 是一个污秽的之地 怎么污秽呢 不是说因为人多而乎污秽 而是讲的属灵的污秽 为什么讲属灵的污秽呢 因为各个的民族和人呢 把他们自己所拜的假神和习惯和风俗 都带到巴比伦去 所以巴比伦成为一个极大 在属灵的一个污秽之地 那么在那个最污秽的 最沾染的地方呢 神还是保守以色列人 将这个丹伊里跟他三个朋友呢 分别出来 来为这个以色列成为祝福 也为这个国家 还是神借了他们来这个国 在这个国家中掌权 那么你看 这个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呢 当神在提升一个人的时候呢 别的人就看不顺眼 这个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这种情形 也有 在外面的公司里面更有 更有 为什么呢 所以说呢 你看当一个人被提升的时候 旁边的人就在那里嫉妒 旁边的人就在那里 这个想谋害 想把他拉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丹伊里呢 已经身为一个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么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丹伊里书呢 他曾经历任了 算是三个皇上 三个皇帝 得到他非常年老的时候 都还在国中 这个 那么可见的呢 在这种政治斗争的环境 那么恶劣的情况之下 他能够服侍三个国王 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神圣的灵 圣洁的灵在他里面 引领他 那么所以说 当时的国中的这些 这个有权能的人呢 都合起来 一起来怎么样 要在他的这个 律列点上来框害他 那么你看 这个像什么呢 就像这个当年呢 以色列出埃及 的时候 巴勒王呢 就找了巴兰 说呢 你来给我咒诅 这个以色列百姓 因为这个百姓 比我强大 然后呢 你要为我咒诅 他们的时候 我就会把很多的财富给你 但是呢 巴兰呢 三次求问神呢 神都给的是祝福的坏 没有给咒诅的坏 所以说到最后呢 你要往圣经的 往后看的时候呢 巴兰呢 就像巴勒出了一个 非常坏的主意 他说你若不在 他们的神呢 耶和华的这个神的这个 绿列和典章 找细固攻击他们的话呢 就是攻击以色列 你就没有办法攻击以色列 那么是怎么样攻击呢 就是叫以色列的神 来击打以色列人 叫以色列的神 来击打以色列人 你看 因此呢 这个后来呢 这个巴兰呢 就出了一个很坏的主意 就是叫巴勒王呢 将他们的这个 这个女子呢 送到以色列的 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呢 就叫他们行淫乱 那么这个行淫乱呢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 是这个 那么 所以说呢 神到最后就兴起了 兴起了什么样 审判 就是 就是流血 杀了好多人 那你觉得神喜悦这个事吗 当然不喜悦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个巴勒会列为假先知 因为他出卖了神 出卖了神和神的百姓 他就是为了贪婪 世上的权利 那么你看这个 这个在 这个那个时候 在丹一里的时候 怎么样呢 他们就是想 把他从位置上 跛倒下来 那么找不到任何 攻击他的借口 找不到任何 攻击他的借口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怎么样呢 这个你看 他在这第五节说 那些人便说 我们要找参这 但一里的把柄 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 就寻不着 就寻不着 为什么呢 因为怎么样呢 这个他治理这个国家呢 从第三节 但里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显然超乎其余 总长和总督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过 那是总长和总督 寻找但一里 物国的把柄 为了参他 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数 因为他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事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要祷告 求神在这个撒旦所占领的 这个七座山头里面 兴起将但一里的 这样子的人才 忠心办国 这个毫无错误 因为什么 有神的灵 所以这个职分的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 是需要有神的灵 在他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地上做事的时候呢 是不但你在这个 如果说神要呼召 你在职场上做事 你必须要 那么怎么亲近神呢 你看但一里在第十节 这个第六章里面 讲到说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 怎么样 跪在他神的面前 一日三次 他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祷告感谢与述场一样 你要知道 他这个怎么祷告 他是祷告跟感谢 他没有说是祷告来控告 他没有说是祷告来诉苦 来诉苦 都没有 他是说祷告感谢与述场一样 你看他把这一切的困难 怎么他还能够感谢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在默默 带导者的一个心态 这是带导者的心态 这里面讲的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带导者的心态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执政掌权者的 应该有的生活的典范 怎么叫一个执政掌权呢 你看这个一个 这个在职场上被呼召出来的人 他要办理很多事情 他要面对很多的人 他要面对很多的事情 这个事情或许好办 但是人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 因为人是千变万化的事情 所以他怎么样 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那么这个为什么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呢 因为怎么样呢 他是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祷告 那么你说 我也许这个时间 没有办法允许我一日三次 但是你可以一天一次 最起码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怎么样呢 你要好好的去祷告 好好的祷告 那很多事情需要祷告 很多事情需要求问 所以一个在幕后的 一个带导者也好 或是在职场上的使徒 先知也好 或是我们在服事的当中 我们要什么 要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 那么这个错误过失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要有神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的 常常怎么样呢 常常能够祷告 常常神会把一些 启示的恩赐就放在我们的里面 而且神要是选择 一个人做职场上的服事 他会把这个属天的智慧和谋略 属地的这个聪明跟办事 会放在他的里面 那么所以说因此呢 你看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怎么样呢 我们做一个带导者 什么要忠心的带导 而中心再到第二段 这祷告要什么样 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而这个正确的态度是什么 不是来祷告来控告 而不是来祷告来诉苦 而不是来祷告 说问上帝说 这个为什么 那个为什么你要 使我遇到这一切事情 不是在那里抱怨 而是说你看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什么 我们要祷告个感谢 那么在祷告感谢的时候 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的 这个新约里面说 我们要凡事感恩 凡事感恩 那么这是神在基督里面 呼召我们的这个一个质疑 那么凡事感恩的有什么好处呢 当你在感恩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你想的是神的 是正面的事情 是正面的事情 你看有一个父母亲 这个一个孩子 19岁就出了一个车祸 得了一个病 最后没有得医治 就离开了 所以说呢 这个父母亲呢 非常的难过 因为这个男孩子呢 非常的优秀 也非常的爱祝耶稣 也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 学业非常好 这个人也是一表人才 你想想看 这么一个好的年轻人 就是19岁就离开了 所以说呢 你看在这个追尸的聚会上呢 这个好像大家都觉得 非常的难过 但是呢 这个爸爸呢 跟这个妈妈上去 做见证的时候 他就说呢 本来是讲这个孩子 怎么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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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讲的越好呢 底下的一些朋友们 就是越难过 因为想到这个男孩子 既然这么好 这么就这么早了 甚至有些人在点几条 就问上帝说 为什么你这么早 就要开始把这个孩子接走 他后面还有多少的年日 可以在家 这个地上 与家人可以团聚 甚至可以结婚 去生子 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一个人生 你这么早就让他走 所以说里面呢 有很多抱怨的心情 跟这个声音 但是呢 这个父母亲上去的是 怎么说呢 他说你看呢 我们感谢神呢 因为什么样呢 神可以本来不给我们 这个孩子 就是说我可以不生的 可以就生不出来这个孩子 但是神不但让我们生的这个孩子 还使我们与他有19年美好的时间 19年美好的时间 所以说呢 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看的不是缺点 我们看的是优点 那么圣经也没有讲的 说要凡事什么样感恩 这个凡事感恩 那么而且怎么样 万事互相效力 叫要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么万事里面 包括有顺我们的事情 有包括不顺我们的事 那么这个顺我们的事情 我们要感恩 不顺我们的事情 我们也要感恩 为什么呢 你不感恩 你要抱怨的时候 那个抱怨 埋怨神的那个灵 就会进到你我的心中 埋怨神的那个心态 就会进到我们里面 甚至有些弟兄姊妹 经过些痛苦不愉快的日子 就对神咬牙切齿 就对神咬牙切齿 那你看就像这个约伯 在受苦难的时候 他的妻子就跟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咒诅神 你就去死吧 你咒诅你的神 你就去死吧 你看这个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得见数的一个方式 你看神叫我们 在祷告的时候 感谢 而且凡事感恩 而且怎么样呢 万事要互相效力 为爱神的人得益处 万事 有时候我们经过很多 不如意的日子 看到现今的日子 非常的艰难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各处有地震灾荒 那么又好像看到这个 这个敌基督势力 已经在那里蠢蠢欲动 这个很多的事情 都是无法预料的事情 那么这个人 你是可以带着一个抱怨的心 或者是你带着感恩的心 你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说主我的神 他要来了 他又因为接我们回去了 我们要通过这一切的考验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的诗篇里面说 他说我受苦 乃是与我有益 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呢 圣经说 他因为受苦而进入完全 因为受苦就进入完全 所以说你知道 神的智慧是远超过 我们一切所求所想 有的时候我们经过的时候 并不了解 那么前些时候 我看到一个报道 是什么报道呢 就是一群科学家 他们在研究 研究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人在经过 很多的痛苦的时候呢 他的脑的神经的 这个神经的连线会重新安排 所以重新改组 怎么说呢 那么这个圣经里面讲 他说神的这个 因为这个鞭打了我们 或是惩罚了我们 就不算我们唯有罪 那么这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呢 他的心思一年会改变 心思一年会改变 改变什么东西呢 而是旧的除去 新的进来 而旧的是什么呢 是属世的 是属肉体的 那么新的是什么呢 新的是属天的 属灵的 那么但是我们要有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呢 就是祷告感谢 如果说我们祷告抱怨 我们的祷告在怒气中中 甚至对神上帝咬牙切齿 对弟兄姊妹咬牙切齿 这个事情与我们没有益处 为什么呢 因为万事要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么怎么得益处 要爱神 那么爱神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听神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按着神的话去走 祂的话就是那个道 祂的话就是那个生命 你不要问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祂创造天居宇宙万物 祂什么事情不知道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事情 光我们自己的身体 都没有弄清楚 什么叫生命也没弄清楚 你想想看 你想了解到属灵的事情 除非祂向你彰显 祂向你显示 祂向你显明 祂向你启示 否则你就不会了解 所以弟兄姊妹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祷告 要感谢与树场一样 那在很多很多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我们也开始那个祷告感谢的时候呢 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怎么样 你我的生命是在苦难中被建立 你我的生命是在苦难跟磨练中被建立 而不是在享福里面建立 享福的时候呢 被建立的时候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需要努力 你不需要努力 你在苦难的时候 你需要紧紧的抓住神 依靠神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会开始改变 你看他是还是一日三次 他知道了神这个对方 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害他 你知道在末后的日子 敌基督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害我们 你看他就出来的时候呢 他要人打上一个印记 在右手跟额头上 不打的时候就不能买也不能卖 那么我们在讲的这个打印记是什么意思呢 打印记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个归属的意思 就像圣灵在我们身上打印记 就是我们到时是属于神的 打什么印记 打一个属灵的印记 不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肉眼看不到 灵里面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怎么说呢 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的 就是讲到我的外婆 曾经参加过一个人的晚宴 这个晚宴的时候呢 是庆祝他们家的这个婆婆呢 这个老奶奶呢 80岁的大寿 这个老奶奶曾经婚死过 三天以后又苏醒过来 就说胡信父神回来报答这家 那么平常讲话的时候都还好 但是那天讲话的时候呢 这个老太太呢 就突然会给人家算命 而且讲得非常准 讲你前面是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以后又会怎么样 但是看到我外婆 我外婆已经信耶稣了 她虽然算是福音派 但是她也有圣灵的印记 而这个老太太看了我的外婆的 就把头低下来 就不敢直视 不敢直视 那么我这个外婆以为是有什么凶兆 就问她说到底什么事 结果这个老太太怎么说呢 她说你是从天上来 还要回天上去 就是我跟你讲了 你也不相信 就是我的意思说 就是我跟你算了命了 你也不会相信 我都跟你算了命 转不转 你看平常讲话很好 但是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了 动到灵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撒旦就不敢直视你跟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我身上有一个圣灵的印记 所以肉眼看不到 但是在灵里面却看得到 那同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撒旦在我们 这个撒旦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打印记 他也要给我们打印记 那么打这个印记以后是代表什么 就是你归属谁的 就是你归属谁的 所以他就在人的身上 肉身上打个印记 那么因此呢 你看 他知道神在人的身上 信他的人身上放了圣灵的印记 那是归于神的 那么他就要在不信的人身上打上印记 或是那信心软弱的人身上 妥协的人身上打个印记 那么当弟兄姊妹 你到那个时候为了要求自己的生命 要去打了印记 可以买可以卖 那你就不能跟上帝说 主啊你知道我要是不能买不能卖 你还是让我进天堂 抱歉 这个话就已经不能实现了 因为神已经在几千年前 就记得预言告诉我们了 所以弟兄姊妹 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所受的逼迫是很大的 那怎么办呢 可以站立得住呢 因为怎么样 世界的神要起来 抵挡你跟我 他在过去的日子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写了 说敌基督已经有了吗 引疫已经发动了 引疫已经发动了 在那个时候怎么 他就感觉到敌基督的势力 在那里运作 只是在末后的日子 怎么他要彰显出来 所以到最后 那个逼迫来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仍然要一日三次 在这个戴拉斯面前来祷告 而且还要感谢 使我们在生命当中 没有任何的破口 跟仇敌恶者 撒旦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说你看 这个主耶稣说呢 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 毫没有份 那个世界的王子 在他里面没有什么份 就是没有苦毒 没有仇恨 没有真净 没有嫉妒 没有这些东西 淫乱或是说 这个谋杀等等 保理都没有 你看 人把他钉死了 他还在石架上 为他们求 说父啊 你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你我能够办得到吗 很难讲 是不是 但是什么 我们只求神的恩典 说主啊 到时候 要是真是我们遇到 那样子的逼迫 而且遇到那样子 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只求一件事件 你给我们有足够的勇气 而且快快的叫这个事情成就 不要我们受苦受太久就好了 这是我跟神求的事情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到最后 上帝跟撒旦翻牌的时候 大家就要选边站 你我没有别的可以选 只有选上帝的这一边 为什么 你我的命是他用他的命换来的 我们欠他我们的命 所以圣经上主耶稣说呢 为了要保守自己的命 就舍掉了自己的命 舍去了自己的命的 怎么样 为主舍了自己的命 就得到了生命 所以这个两个生命是讲什么 一个是讲肉身的生命 如果说你要保持你这个肉身的生命 你打掉印记 你就失去了永恒的生命 如果说你为了主耶稣的缘故 你舍弃了自己肉身的生命 你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因为你没有与撒旦妥协 所以说两军作战的时候呢 没有一个投降的 在属灵征战里面没有投降 你投降的时候你就被打了一塌糊涂 就被打了一塌糊涂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不断的祷告 行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圣经的例子跟话语的勉励都在那里 那么另外一点呢 如果说你被呼召成为职场上的 什么样的 你也要祷告 为什么一切聪明智慧 谋略都是从神来来 而第二点呢 这个什么 这个第七节讲到说 国中的总长 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 彼此商议要立定一条 坚定的这个禁令的 就是说要陷害 那么你要知道 在末后的日子呢 这个基督徒爱主的人 必会被人家证悟 必会被人家逼迫 你若不靠神 你就不得坚立在神的面前 你若不靠信心 你信心从哪里来来 是以神的连结而带下来 是以神的连结而带下来 你跟神没有连结 你哪里会有力量 你没有神的话 神的灵你是站不住 所以为什么 圣灵在末后的工作 要那么强 就是说怎么样呢 他要与我们每一个人 要建立他自己的 哪一份的工作 每一个人要建立他 一个一对一的 一个沟通 使我们真真实实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知道我们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就在我们的里面 他已经把将来 要发生的事情指示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虽然在末后的日子 看到很多的灾难 要临到一个一个比一个大 但是神的荣耀 也会一个比一个大 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所以基督徒 你有一个选择 你要是看这个环境 你就像彼得 这么行走在水面 然后最后怎么样 因为黑夜又风浪盛大 就会往下沉 还是说你要像彼得一样 刚刚跳下来传 就盯着主耶稣基督 他就行走在水面上 而弟兄姊妹 你我有这个很明显的选择 求神来记住 使我们记住他的话语 在那个逼迫的日子 遭难的日子 还要使我们什么样的 能够经过一切的征战 还能够靠主得胜 弟兄姊妹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好 我们这个下个礼拜见 好 感谢主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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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